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近年经常都说香港人很老化 不过同时间大家也可能发现身边越来越多大小孩 似乎香港人人生阶段的划分 和几十年前比较已经很不同了 以前20几30岁结婚就叫做持婚 但现在香港平均的结婚年龄 男士已经去到31岁 而女性就是28岁 除了持婚之外 也都越来越多人单身 在没有配偶和子女的顾虑底下 这些人的青少年心态也延长了十年八载 实行玩道路 古人说三十而立 但在现今世代 女人三十 不是家里上夫教子的话 也都可以学她这样 扮下十几岁 又唱又跳 自得而乐 不认为人家说你大小孩的太难了 不会介意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赞美 是一个不错的形容词 因为当你真的到老 不能动的时候 你想做大小孩也做不到 活过半世纪 仍然坚持要玩到老 因为他认为心境不老才是真正的不老 Anti-aging 这件事怎么做呢 医药有帮助的 你吃什么药 羊胎素 令你的皮肤会更好 或者你怎么保持你的 但这个是外表的 但你有没有神彩 有没有童真 有没有活潑可爱天真的面 就和你的心境内容有关系的 更有人觉得人到中年 更加要玩游戏 才可以抵消几十年积落的负能量 之前认识他老饼 现在就年轻很多 就是你觉得他 你一看下去 你也五十多了 这样的心态 但现在人家说他四十多了 人肉眼看你 他自己是健康了的人 精神饱满了 完全不同了 我们经常听人说 微老线衰 或者人老心不老 其实一个人的心境 和实际年龄可以相差很大 在心理学上 就有所谓的生理年龄 和心理年龄的差别 我们找心理学家 Steven帮你做了一个测试 第一位测试者 是67岁的刘先生 退休前是做机械贸易的 你觉得自己的心境是多少岁 三四十岁而已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这么年轻 心境是中小 很高兴 很高兴 看得通的人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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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什麼場合應該高興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 一樣會像年輕人一樣 經常被人玩的 有沒有感覺 經常被人玩 我經常玩人 被人玩 測驗總共有30體 結果出來 你猜劉先生心理年齡有多少歲 測試結果 多少分 36歲 跟你說的差不多 有什麼方法保持心境 金融海市不得我試 跟我沒關係 我沒有買股票 人生到現在遇到很多挫折 也是 用報紙打蟑螂 對你來說是很家常變化的事情 對 測試結果又是怎樣 可能有人看你 外表都很時尚 很時尚 很年輕 他那個年齡其實是22歲 但我們做到的心理年齡是30歲 其實他看他的情況 他15歲已經出來工作 而且他很早已經是要自己住 自己會照顧自己 所以相對同年年輕人來說 他會成熟些 很久沒有見你 你沒有點變 保養得不錯 你也差不多 挺好 你不驚不覺有多少歲 我50歲 又多了 跟我差不多 我今年58歲 不過你也保養得不錯 看起來我比你還要生 新建民主黨副主席 做社工嫁迪志遠 已經52歲了 他的心理年齡是多少 遲些揭曉 這晚他到政府總部開黨團會議 平日嚴肅的政界人物 原來也有稀氣的一面 你不用怕 你沒有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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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過來 誰比較老 來吧 來吧 給我拍一張 整個腦子 這個腦子 我呢 老不老 你就是沒有腦子 你就是沒有腦子 我們主席 人家就好 喂 我們的主席老麻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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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志遠是超級玩具米 組了玩具二十幾三十年 除了政治議題之外 交流玩具心得 是他跟黨友的另一個話題 這個漂亮嗎 這個可以 可以數 這個是很漂亮的 這個是 漂亮嗎 是呀 這個是很漂亮的 我才放出來 這是捐給民主黨 是 是 你給民主黨 我靠賣 看賣 看賣五萬 這些是絕版的 絕版 我們一向都叫他敵志遠 我認識他剛剛三十年 即是一九七九年開始認識他 到現在 最初就覺得他好像年輕 誰知道到現在也是一樣 三十年來他比我還大 但誰知道他的樣子比我還年輕 這張是迪志遠四歲時的舊相 當年他已經是小飛俠阿 和木架小粉絲 我的髮型已經很漂亮 不用飛了吧 走吧 走吧 因為飛法部有公仔書看 坐在那裡 慢慢看 唯一可以看公仔書 有比一好的機會 就是飛法 老爸叫飛法 我們很喜歡 慢慢等越著 越等得越好 因為可以看公仔書 看公仔書 我想一來到 感覺就是 那時候我們的年代 那些小凳子 我們那時候也是這樣的 一張板 那些風筒 這些 我們那時候是這樣的 所以我剛才問問 婆婆在那裡買 我也想買回國 這個好玩 四十多年後 迪志遠 依然很懷念童年的生活 玩回小時候的遊戲 令他有反老頑童的感覺 你參與一個政治的工作 或者推動一些政黨的發展 那是一個很理性的表現 你作為一個社工 你要幫人 就是一個強者的身份 一個角色 這個對你來說一定有壓力 說到自己這麼大壓力 迪志遠同樣接受我們的心理年齡測試 她能講到自己的問題 她可以講到自己的 bueno 你沒有遺憾 她可能我會講到自己的問題 三十題的結果 做完 得出的結果又是怎樣呢 1、2、3 不是吧 想不想呢 陌生的人一看到我的外形 或者簡單的表演 都覺得我是40多 但這個測量法 我只有20歲 就差他大一點 可能我也要裝重一點 不過心理學家說 根據測試 滴致軟架成熟度有六成多 證明心自動處事能力 和生理年齡一致 只是和真比其他人豐富 反而會成為他的原動力 他可能用小朋友的方法 去處理一些大人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會說 他是一個幼稚的想法 但心境青春就是 他有沒有小朋友 留回來的那種童真 或者那種信心 就是遇到一些事情 我很努力地去解決它 我去嘗試去面對它 我們會看這些 就是心境會是年輕的 博士說 這裡是玩具之城 有很多我的粉絲 不走快點 就脫不了身了 我去嘗試 這天 迪志遠提議我們 來旺角家玩具店拍攝 這裡來他家裡 只有十分鐘路程 他搬近旺角的原因之一 就是方便看玩具 這些我又買 又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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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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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八九成我都有 這裡來買東西的 大部分都是二三十歲以上的男性 迪志遠說 自己小時候沒有錢買玩具 80年代香港經濟好了 開始有人儲玩具 是一種心理補償的表現 阿迪也買了幾件心頭號 謝謝 還有最後一個 這個是Batman的 微型的公仔 這個是Star Wars的 白色的 挺漂亮的 又有消費 促進經濟 玻璃櫃 睡床 書房 衣櫃 無處不在 太太由最初的反感 到現在也慢慢受到他感染 你看到卡通的 很Q版的公仔 你自己是會覺得 一個人的心境都開朗一點 世上的玩具千萬種 迪志遠偏偏鍾情 蝙蝠俠這類英雄人物 他說自小培養出 傻強扶藥的精神 他日後從事社會工作 也是靠這份英雄感 我們小孩子玩遊戲 就是鹹蛋超人怪獸 我們大多數做超人 一定會讓我們惡惡 1995年他沒有做立法會議員之後 有一半年找不到工作 就是這個阿童木 陪他度過人生的低潮 撐撐撐都會累 我記得有一次 人心情很低落 於是會逛逛 有一個玩具店 有一個很便宜的 很簡單的小飛盒 小飛盒不得我們挺喜歡的 因為他很正義 對呀 他也很強勁 小飛盒應該我們也要學一下 他 不怕困難 就堅強一點 不怕困難 他也會叫做小飛盒 有一個小飛盒 你讓我們去學習 你那不知 我沒有想到 我這裏 你這裏 你這裏 《身體機能和容貌的自然衰老》 始終不能扭轉 但一個人的心境 和看事物的態度 就可以自己控制得到 究竟保持不老的心境 又有什麼秘訣? 三十歲的Micky 平日消遣不是拍拖買東西 而是和一群十幾歲的年輕女 達演虛擬的動漫人物 有些人會覺得 你已經是阿嬸 其實最主要是心境上 例如我現在這群朋友 其實最大年紀是我 另外有些是十幾歲二十歲未夠 我們怎麼可以一起玩 最主要我的心境就是 我仍然是十幾歲的 而且我扮演的那些人都是十幾歲的 Micky在智障人士宿舍做導師 辦公先用這個名字 辦公就化身成動漫角色 她的名字叫做葛葉 一群動漫迷都是以虛擬角色的名字 互相稱呼的 葛葉本身就是一隻妖精 是狐妖 為什麼會喜歡這個狐妖呢? 其實是我玩一隻遊戲 玩一隻遊戲 裡面的角色 師父的媽媽就是叫葛葉 讓我們測試一下她的心境有多年輕 足足年輕了十年 十幾歲又可以到處玩 自己到處行動 給媽媽批准 就可以自己出街了 還有這個時間應該是最有活力的時間 對 如果我可以回頭的話 十幾歲應該是最好的 葛葉平時要輪班工作 壓力很大 房供通常都會去商場 搜羅新出的漫畫 或者動漫服裝 對了 這個衣服真的很欣賞 這個但我穿不到 要好好身材才穿到這個 就是魅少女戰士的主角 希拉曼那條戰鬥服 這就是魅少女戰士的主角 創業兩年前搬出來一個人住 要較租 花費多了 但卻很捨得買動漫產品 通常我租書看的 書比較少買 但買雜誌的會比較多 如果你說 剛剛有活動的話 過月就可能會貴一點 可能